今天讲相关重要论师大会儿讲 先跟大家讲一下 最近我们学院开法会了 今天还有明天还有后天就三天 在三天当中学院这边再三商量以后 决定开廉思七举祈祷文的法会 这个法会不是我们学院常规的法会 也是临时确定的一个法会 那么我们今天 因为我在上午的时候 也是微博上也说了 晚上八点到八点半之间做一个简单的 《观月念识七举祈祷文》的开始 然后完了之后就我们正常的现观专论 因为今天网上有好多导游专门来听现观专论 希望他们来听现观专论 因为他们听不懂 这样以后就不会傲慢 他们来的也比较多 虽然今天没有来得及通知 因为我们昨天刚刚才确定 这样之后的话 本来像是昨天就说 但后来也种种事情了 今天上午才通知 但看来还是现在网络的那种 这个云头网的力量比较强大 所以我们佛教徒也是要学会应用 现在很多佛教徒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也是从来不上网 但是为了学习也开始准备 手一边抖一边开始准备上网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对科技的信心 也是对佛法的信心 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说的 主要是说个七举祈祷文 就是七举祈祷文非常重要 就是大家这几天 一个是我们学院当中的道友们 应该因为我看今天上午 还有下午都是大多数的道友 在金塔里非常认真地在面 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 说实在我们包括一些发心人员 除了特别特殊的事情 可能实在是没办法避开的话 那么你们最好有些发心的工作 就是晚上加班 或者是早上 因为我们早上八点钟 开始到十二点钟 就是上午一坐 然后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 就是这样一坐 就是我们学院里面的一些大的发会 就是每天有四坐 那么像这类的发会 就是算是上午一坐 下午一坐 就是这样念 那这样的话 我希望我们的很多的 虽然发心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因为这么多僧众 这么多出家和这么多菩萨 一起祈祷莲花生大师的机遇 在人生当中是非常的难得 所以我想今天也跟大家简单地开始一下 一个是我们先应该大家懂得这几天 现在只有两天的时间 明天和后天 然后大家我们确定每个人最好是这三天之内 就是念三万遍 如果三天之内实在是念不完的话 就是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就是尽快 尽快是不是三个二生奇迹 应该是越快越好 对吧 还有我们最好这个网上也是有一个他们的报名的安排 就是这样之后过一段时间 就是能发愿报名的话 就是这次我们僧众的出家人非常多 就是跟大家一起这样的发愿报名的话 你们自己以后不会违背誓言 这样以后我想这次大家一定要 什么 在外面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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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之后呢 大家就是这次明天后天 就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尽量的 我们也有同步 外面的学会的道友 还要非学会的其他的道友 如果参与的话 最好是八点钟准时开始 一直到这个十二点钟吧 就是上午一桌是这样的 明天后天这两天都有 尤其是后天呢 星期六 我希望呢 就是各个地方的一些学会的人 包括一些佛教团体的话呢 那么你们自己应该住之 就是在当地就是住之 就是开一个一天的联市的 七句七道文的法会呢 就是也非常重要 就希望你们在各地呢 因为你们在三天的话 恐怕有一点的困难 但我想是一天开发会呢 就是大家都不会有很多的困难 而且这个联诵呢 也非常容易 前面有一个上师瑜伽啊 就是梁花生大师的 以前我们做会供的这个上师瑜伽啊 就是包括学员这边 我今天早上看到很多道友都是没有带法板 还是没有印如果有必要的话呢 你们学员负责人应该想办法就是给大家 就是可能也有些新来的道友呢 他们都好像没有这个法本还是什么的 就是说一说你们如果这个印尽书这边有的话呢 就是最好给大家提供一下 没有的话呢 好像只有几片 应该就像明天早上呢 就是最好能够给大家发一下 就是想办法就是要不要晚上加班再印一下好不好 因为这个法本啊 就是我们修行的基本的这些字句啊 就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强调的我们这个学院这边啊 就是这个经堂里面的这个白天念诵的时候呢 最好把这个法作一栋 就是然后后面挂一个大大的那个念诗的唐卡啊 就是然后前面呢就是做一些登供啊 就是做一些比较好的这个供品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修任何一个法呢 如果你们自己就是有一些莲花生大师的像的话 那就是也是就观想不起来的话 就最好就是放在自己的这个前面啊 就是我今天看就是很多人还是修得很专注 应该我们这几天呢 今天明天啊 就后天就是这三天的话 那也是跟这么多僧众一起共修 我们经常也有这样的说法吧 就是专门修三天就是修这个法 那我也以前大概是09年的时候就讲过这个七句七道文的外修法 这个外修法就是当时也很想住着大家一起就是念几天 但因为当时呢就是因为上课啊 就各方面就是一直没有这个时间 这个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也很想跟大家一起修 但是呢因为当时呢就是因为我也出去啊 就是有各种原因没有念成 那么这次的话呢我想是我们学院当中的道友们呢 也是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 学院以外的就是各大城市里面的道友呢 也是应该这次这个法呢就是可以公开的 就是然后让大家大家如果有报名的话呢 就是最好是三万遍就是完成 就是因为年诗七句七道文三万遍呢 就是其实也不多 现在我们的城市里面的人太太懒惰了 像以前的话你们可以看看那个七句七道文的注释 就是白莲华白莲华的后面 我记得有一个莫彭仁波切的弟子叫做是尼尼沃尔 尼尼沃尔呢就是一直莫彭仁波切做使者 已经这个接近三十年就是接近三十年 那么他当时期请莫彭仁波切的时候呢 他已经念了七句七道文就是一百三十万遍就是 然后呢他说还要这个继续发愿就是继续念就是 后来就是莫彭仁波切看他就是非常精进 对七句七道文很有信心呢就开始造这个论 就是我们以前在讲前行的时候 他的这个外修法呢已经讲过 内修法和密修法呢没有讲 就是其实内修和密修的话呢更殊舍 就是我们当时讲的这个莲诗七经文的外修法的话 大家都是对莲诗和七句七道文就是生起非常大的信心 就是很多人从此之后呢包括对密法就是产生了极大的不公的这种坚定的信心 因此我们这次啊就是这次呢就是希望这个各地的道友们呢 对你们来讲就是也是很重要的 我并不是说是因为今天强调的话呢好像对我们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上的 从众的来讲就是地水火风等各种各样的四大灾难也是频频发生 所以为了整个世界的这些平安啊快乐啊 也是我们特别需要修行佛法 然后对个人来讲呢 个人的业力啊烦恼啊痛苦啊疾病啊 也是种种的折磨啊 就是不断的发生 所以自己也是需要 遣除内外密的各种外缘 违缘和障碍 所以我想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祈祷莲花生大师是最好的一个宣执啊 说实在这并不是我们自己是一个修密宗的 但就这个原因来跟大家讲的 其实莲花生大师我们不知道很多他的一些 我们从现在的一些话来讲呢 他是一种心理疗法 完全是我们当下解决自己的所有的这些烦恼 而且当下开悟的无上大圆满的密法的创始者呢 可以说在我们藏地来讲是莲花生大师传来的 莲花生大师离开了我们藏地啊 至今应该是一千多年了 但是他这样的证悟信心的法门 证悟信心的法门到目前为止变成了什么样的 成就了无数个修行者 这就是他的价值 如今我们佛法犹如浩月整个光玛 照与整个世界也是他的不共的威力和加持力 所以说现在极少数的一些不懂密法 或者不懂如意宝的价值的人可能有各种邪念 但是这个是难免的 因为世界是真正的真理掌握在极少数人 这也是一个自然规律 因此我想我们莲花生大师的我们可能只能了解 我们有些外修和内修 内修方便道和解脱道讲的 密修和引语主要讲大圆满的信心法 大圆满的信心法的确也是如今有多少个人通过他的加持和威力已经证悟了 那么这一点从时间来讲 莲花生大师离开藏地的应该是一千二百一十年吧 他前往罗刹州有一千二百一十年 因为当时三亿寺殿基的那一年现在有一千二百五十四年 三亿寺四年以后开始进行开广 开广的时候莲花生大师还有金明论师 他们藏地当时佛教非常兴盛嘛 那个时候你现在也是有一千二百四十八年吧 大概有这么长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念诗的法门是什么样的 至今在藏地而且现在在汉地 在欧美国家 在任何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修了它以后 最后自己不舍弃肉身而前往清净刹土 或者洪生成就的或者今生当中真正制断所有的烦恼 所以我们不说圣的方面 这是现在就像摩弘仁波切所讲的那样 比较前线的方面 你们也可能最近修念诗的时候 我以前翻译过非常珍贵的白莲花 当时我们讲前行的时候这是外音讲的 外面的外修法讲的 内修和密修没有讲 因为当时我想讲密修和内修不能公开讲 这是极少数人讲 那么后面我记得有一个中纪连世的窍诀 你们得过灌顶的修完加行的有法本的话 也可以后面看看七句七道文后面的修法 主要是可能今天也有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我想这个可能修的话也不是 七句七道文的总修窍诀也应该大家都可以修吧 把自己观想一个平凡的人 然后在自己土顶上把莲花生大师观想 然后用牟尼的信心念 我们每天念的时候大家应该可以这样念 然后像上师瑜伽师的 然后图上观想莲花生大师 然后通过非常牟尼和坚定的信心祈祷 用七句祈祷文来祈祷的时候 然后莲师的身体发光开始降下甘露 然后把自己身口仪的所有的罪障全部都降下来 最后下面有一些缘亲宰祖让他们得到满意 最后自己的身体也变成液体 融入像乳质一样的满足下面所有的众生 然后自己观想一个本尊 自己对哪一个有信心的本尊 莲花生大师最后融入自己的八般莲花当中 自己的心安住于莲花生大师的心无二无别的境界当中 然后图定的时候跟我们平时的威仪 也跟上师的现象 上师的身相 上师的智慧 无分别无别的状态当中 开始进行做任何的行住作卧的威仪 这种方式也是非常深的一些窍诀 平时我们这次大家通过七七七大文来修行 七七七大文来修行的时候 以前我也讲过吧 当时不仅仅是这个修法 是对我们个别人有利的 整个佛教兴神 遣除一些魔障有非常大的功德和力量 莫彭仁波切也是曾经说过 曾经在印度那南多斯 有五百个佛教的班智达和外道的班智达进行辩论 进行辩论的时候好像到最后的时候 外道马上要获胜了 内道的班智达非常困难 后来他们好像数十五策 第二天确实要失败了 在那个时候五百个班智达同时做梦 梦中空行母告诉他们 你们用七句祈祷文来进行祈祷的话 是莲花生大师来加持你们 后来他们第二天 大家所有的五百个班智达的梦都是一样的 后来他们通过七句祈祷文来祈祷 然后获胜 并且当时外道也是显现各种各样的神变和神通 但是同时有七句祈祷文来祈祷的时候 就获得了真实的佛教胜利 所以这个缘起我是经常这样想 为什么如今藏地的佛教虽然是在历史的风风雨雨当中 都受到了一定的折磨和璀璨 但是最终的确也是从闻思修也好 江边祖也好 无论是在那方面都一直没有损好 万好无损的 现在至今这个世间当中还是保留着 这也是有个不共的元气和力量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有些 因为上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他们也有威力和力量 也有不共的元气和加持 所以梁花生大师他自己在不同的佛藏当中也讲过 如果任何一个人通过七句祈祷文来祈祷他的时候 那么从罗刹着红色通常就像是一个矮子 呼唤自己的母亲的话 母亲实在是无法忍受一样的 一定会是来到这个人面前进行对他加倍和锤炼 还要赐予息地等等 所以我们在密法的尤其是一些很多珍贵的 真实的佛藏大师的每一个衣柜当中 基本上都会出现七句祈祷文 因此七句祈祷文的外译我们以前也是大概的讲过 什么是红额金 金勒雄称 每一个词的意思是怎么样都讲过 但是它的内在的意义和秘密的意义 只有可能认识这个本性的人 或者说对密法有不共的认识的人 才能懂得其中的意义 所以我自己在想 我们像麦弗仁波切的弟子一样 一辈子当中念一百三十万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我们的宿命 我们现在人的一些决心 各方面都是不像以前那样 他们那样有信心 但至少也是我们这一辈子当中 能不能念诵七句祈祷文十万遍 或者说二十万遍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人生有意义 不仅是即生当中人生有意义 乃至甚深事实在修行当中 应该不会被各种违缘所遮掌 自己的修行应该是通过联皇僧大师的 身够义的不共的加持 我们一定会顺利地到达自己的修行目的地 因此我想这次大家 我们学院内部的人 还有学院以外的人 大家只要有共同的一个信心 和共同的一个愿望 都能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 这样之后大家在念诵七句祈祷文的时候 一方面要想 我们现在世间上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还有人为和非人为的各种灾难 同时很多人的思想 见解 各方面也受到了烦恼和烦恶的这种 我们通过一种这样的缘起来 把原来的这些违缘转成顺缘 通过联皇僧大师的一种不共的威力和加持来 我们的世界也变得应该是更好 这个也是一个共同的愿望 那么不共的一些愿望 每个人都是有不共的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想通过深渊次第 来能显现自己心的本来面目 有些通过无情大圆满的枝端和一些 奔吵方法来认识自己的心的 赤罗通彻的信心也有这样的 有些通过这样的连世的祈祷 其实连世都是跟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和诸佛菩萨 都是无二无别的这样的一个圣尊 我们对他一种无比的称职的信心来祈祷 每个人这么祈祷 其实连世也是在我们的面前 关键是我们的信心 这方面我们也以前引用过很多很多的教证 以前从我们整个藏地来讲的话 的确也是任何一个 不管是哪一个宗派的大德 在这些大德的传记当中看 他们都以梁花生大师作为本尊和作为上师来修 那这样的话他的事业就宛如高日 可以说是整个世界上无有伦比 很多人就有这样的不公的原因 如今也是这样的 包括有些大德 好像在其他宗派的个别大德对连世不恭敬的 或者是对这样的话连世没有分别的 但是这也是一个特殊的一种因缘吧 好像这些人的现象上他们对连世的法门不恭敬 对连世不恭敬的话 那真实也许是他的事业有些兴盛 但是他不会很长久的 这是我自己通过一种长期的观察 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作为一个修行人对连世法门和对连世有不恭信心的话 那他的修行我相信会善事善众的 如果一个人可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成见 甚至经常毁谤这样的话 那连世有没有损害呢 是没有的 跟法界无二无别的没有的 可是我们倒霉的是自己 所以在这方面个别修行人应该精神为好 即使你生不起信心的话 千万不要有各种方式 因为现在人的分别念 有时候我觉得可以说是瞬间就改变了 就特别可怕 那这样的话自己也是 至少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话 应该守护自己的正见 这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今天在这里大概讲一下 我们这几天的法会 尤其是我希望星期六的时候 各个地方大家呼唤祈祷 莲花生大事 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众生如此的可怜 修行人本来也是尿若传心的 其实修行人也有很多内外密的各种违缘 而且整个世界人们的内心贪婪 嗔恨 愤怒 应该染污了整个空间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需要一个非常有威力的 智慧和悲心的加持的妙云 然后加下真正解脱的感灵 这样之后我们众生才有希望 我今天就把莲花生大师的 我们每天早上和下午仪轨里面念的传承 在这边给大家念一遍 这些 flour has triumphed 希望我们了解 这些奥做出一切 那些不是能够的 就把让我问过 就不信你去 他都没有美食 所以看起来 得了很快 Dodi 我记得了 我认为 我将将其辽将其达到一切 我将其辽量在一起 我将其辽造成很好的 我将其辽造成的勇敢 有中国人的实力 我将其辽办成了 我将其辽功能 我将其辽命中的一切 我将其辽难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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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切生命的 我将其辽难以为 眼睛我竟不走猫妾子 乍张这个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了一下七句祈祷文 本来七句祈祷文应该有很多的讲一些缘起 它的一些功德应该可以讲很多的很多道理 但我今天因为下面还有一堂课是玄冠状人 我在这里不多说 总而言之 这次希望大家乐于报名 参与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们学院有这么多的出家人 大家共同在发愿念诵 这个功德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的善根就像一个特别光阔无边的大海的水里面 我们一滴水加入在里面的话 那乃至大海没有佣金之前我们的善根水底也不会穷尽的 这是非常难以得到的一个善根 所以大家应该这次很认真地念诵七句祈祷文 因为七句祈祷文以前可能极个别人不太特别会 但是我们以前也是讲过莲花生大师的修行对我们很多人 尤其是末法时代的人来讲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重要性曾经我们讲《战戒论》的时候也是讲过 还有讲莲花生大师的心咒的功德 就是欧玛红巴仲格尔巴马斯尔顿 这个曾经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莲世的传记 莲世的佛像 莲世的咒语 这些我们平时随身带着的确也是邪魔外道不能摧毁 所以我本人从小都是对莲花生大师有非常大的信心 我也经常发愿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受到莲花生大师的摄受 我刚才念诵的莲世上师瑜伽的后面也是说 就是说生生世世发愿成为莲世弟子的莫婆仁波切 他也是这样讲的 然后我们在尼玛巴的这些很多大德的传记 比如说莲花生上师如意宝 也是一方面显现上莲花生大师的化现 大家也知道两百多年前的菩提金刚的授记里面 也说是莲世的化身带有净灭名字的 所以说他这个授记里面直接说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 然后有些传记里面说 上师是莲花生大师的大弟子金刚下摩的化身 上师自己解释的时候所谓的莲世化身 实际上是得到莲花生大师的胜口义的一些加持 也是这样的上师自己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看一些历史比如说你们也知道 我以前翻译过的很多很多无垢光尊者密法的书 包括他的七宝藏 三修戏 还有四行地 基本上无垢光尊者在最后说的是 生生世世被五金八玛桑八娃所加持的 色素的 然后瑜伽是无垢光尊者或者隆青人专注圆满 最后的小字当中经常提到 以前我所翻译的生生世世 莲花生大师色素的 瑜伽是全知无垢光尊者或者是阿比王波或者说是无垢光尊者等等 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修行人对念识有不共的信心 这种信心来自于我们平时自己的比如说咒语 就是念诵咒语这个是不需要很多文化的 说实在我不是说我是什么什么的 像我的父亲特别笨什么字都不认识 连基本上除了乱脏霸以外什么都不会特别特别笨的 但是他信心很大的他一辈子都是一直念念识行咒 我们很多那天我们有几个堪布都是在说 他们说他好像跟别人也不喜欢聊天 什么都不喜欢一天从早上到晚生 天天都是念念识行咒念念识行咒 我都是可能也受到一些影响吧 从小都是也许是可能比较笨笨的佛教父亲的影响 也许是我自己前世对念识的一种影响 不管怎么样我有非常强烈和坚定的信心 我们很多人有些是有分别念比较重的 可能是闻思比较多的那这些人也要注意 有些人可能水平不太高的 以前没有尤其是受到一些当前或者以前对密法说各种各样的 这些人的影响不一定起信心 实在没有起信心的话也没办法 普通在世的面前也有很多人没有信心的 这个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是一概而论的 但实际上我们很需要末法时代的时候对念识的加持 有了念识的加持的话我们今生开悟信心也是有信望的 弘化力生也是有信望的 包括自己很顺利的修行不会有什么障碍的 这些方面有许多许多不公的缘起啊 所以我在这里今天稍微跟大家讲 其实关于在这方面讲的话我也应该包括 莲花生大师七句七道文的密修和内修 法王如意宝曾经在学院里面也是讲过一遍两遍 当时我也是生起极大的信心 后来法王去引渡贝罗法王的寺院 郎州佛学院的时候 当时贝罗法王和他们上千个僧人一直特别的祈求 让法王如意宝从藏地引行到印度的主要原因 让他讲七句七道文内外密的注释 我已经翻译是翻译了 但是即使翻译如果没有讲的话 很多人也是可能不懂的很多殊胜的论典虽然已经翻译了 但翻译以后可能没有人讲或者是没有 就像如意宝放在那里你如果没有祈祷 没有知道它的价值和重要性的话 可能谁也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 我们很多人也在迷茫的世界当中需要什么灵灯来置入啊 这方面可能依靠大家的共同发愿和力量 好 今天第一节课吧 算是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很多很多的道友 第一节课都已经算是圆满了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发愿 今天上方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的话 主要是我希望你们发愿 如果实在是不能念那么多的话 一百三十万遍也没办法念 十万遍也没办法念 三万遍也没办法念的话 那一万遍应该可以的 七句七道文 如果让你看一些世间法的东西 做一些世间法的贪嗔痴的 世间法法的事 可能你都很有信心 而且很有耐心 所以说要不要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缘起 如果不必要的话 那我也不强迫 你好好玩就可以了 我也没有什么 我们也没有什么互相的约束吧 对吧 只是我们念试的开始已经圆满了 然后你们有其他事情的话可以回去 从这个往上下来也可以